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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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记者会 那我们的诉求就是要守护一介良心 坚守股市的人权价值 然后台湾应该立刻就要拒绝 中国活摘犯人器官 然后想要输台的这样一个举动 我们反对台湾成为 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输入国 我们台湾民众不能够作为 掠夺中国人民的器官的帮凶 第二点的话 我们也呼吁台湾的移植医学界 必须要严正的向国际社会表态 台湾不会经由中共在政治上的统战 法律上面的规避境外移植旅游 而成为中共黑心器官最大的内需市场 第三个 我们也恳请在修法之前 在这个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修法完成之前 请我们的国人千万不要去中国大陆去换黑心的器官 不要作为这个反人类罪的帮凶 我们也警告这个目前在立法院里面的国民党团 你们目前呢我们知道 连朝野协商都不排 那因此呢 要做大了黄杰夫 这个涉嫌活摘器官的凶手 来台湾大摇大摆的 带着活摘器官的罪恶 来说要跟我们建立平台 要合法输入中国器官 这真的是华天下之大击 介于台湾人民尊重自己的生命尊严 也尊重别人的生命尊严 我们恳请 我们律师团恳请社会大众 把中国的这种活摘器官的罪恶呢 能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让我们的台湾人民 在医疗安全和尊重人权的情况之下 进行器官移植 谢谢 我想最近 那个刚好上礼拜 或者说之前12月初 他好像就公开地表示 2005年之后 2011月1号之后 中国不再使用死警犯器官 可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后面的两个段话 他说 这个 中国将停止死囚器官使用 届时公民逝世自愿器官捐献 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死囚可以自愿捐献器官 有捐献医院的死囚的器官 一旦纳入我国同意的分配系统 就属于公民自愿捐献 不再存在死囚捐献的说法 所以中文到自己的媒体 新华网他自己的就写了 从2006年1月1号之后 他们就改变说法了 是中国不再存在死囚捐献的说法 不是不存在死囚捐器官 是不存在这种说法 那这根本就是毁要视听 事实上他还是要继续用死囚的器官 或用囚犯的器官 事实上黄杰赫在过去面对国际压力的时候 他公布一些数字 他说在2005年 中国器官最高峰的那一年 中国有8000例肾移植 3500例肝脏移植 一共做11500例 当时候中国有600家移植中心 另外还有为数众多地下医院 在做7万移植 那这600家医院平均一家一年 是做20例移植 这种数字根本没有人相信 所以他给了1万例的数字 大家还是不相信 20例的移植手术一家医院更不符 比台湾的中心院还不如 是让透明 transparency跟transability 可以溯源 是器官移植手术跟器官来 最基本的要求 要透明跟可以溯源 所以如果今天黄杰赫有心要改善 中国有心要改善 他至少应该先过步 从2000到2014年 过去14年当中 这600家医院 每家每年的移植人数 还有每一个省的死刑 执行人数 捐证人数 甚至他应该要调查 过去这14年来 这每个器官的来源 所以如果今天中共 他都不愿意去调查 讲清楚面对 过去14年器官来的问题 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说 到了一个礼拜之后 他这个手绑出来之后 他的器官 就全部是一个合乎倫理了 所以事实上 这个搞了这个平台 搞了这个东西 只是为了掩护他一个 不能到好的一个器官 另外这个马德里决议 跟医生保全院里面 特别提到 提供器官给器官衰竭的病患 是国家的责任 每个国家都要自己自主 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 应该倾听我们器官衰竭病人的心声 承担起这个责任 按照一个国际的一个 国际的一个宣言 国际的一个决定 承担这个责任 那台湾自给自主 所以另外就是说过去十四年 台湾有三千七百人到中国到了移植 按照黄旧的说法 是未来难道台湾的器官移植 还要泡中国共产党把器官送到台湾来吗 另外对中国而言 他自己讲了 他说今年中国有创纪录 一千五百人捐献器官 公民捐献 这个捐献力比他都还要低 那他说中国有三十万人等器官 那他有什么能提供给台湾器官 另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台湾曾经用过死球的器官 那后来被国际批评 那我说国际批评 因为黄捷户很喜欢在国际上把台湾拖下水 他都说不是只有中国在用死球器官 台湾也在用 所以国际社会就希望我们台湾不要用了 不要成为中共的借口 结果现在呢 他说明年开始要停止死球器官的说法 然后又开始要在国际上讲说 他把器官送到台湾来 我觉得这根本就拖台湾下水 那大家还要替中共摆备数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中共真的有心 那我们也呼吁习近平跟 跟那个王岐安 那个习近平 他要调查中国过去四年器官的来源 那我们也呼吁王岐山 调查整个一致界的腐败 调查整个医院的腐败 谢谢